现在是2600年,新编语专案终于开始了 你已经有了打算居住的行星清单 清单上第一颗选项是金星 地球的邪恶轮生姐妹会以清爽的设施427度高温和一场美丽的硫酸暴雨来欢迎你 首先,高温意味着在金星表面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你立即把未来的房子规划在地底数十公尺处 墙壁、地板和天花板必须由耐热和耐用的材料制成 所以你用碳化哈进行制作 早在2016年时,科学家便发现它可以承受摄氏3900度以上的高温 接下来是安装空气冷却和净化系统 它能捕获金星大气中的有毒空气 透过一个复杂的过滤城市网络将可扑气的空气输送到住宅各处 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于外面的环境、空气的温度很容易便能升高 你在主空间下方建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并将其命名为发电机室 那里的设备主要是利用金星上几乎弧现的地热能来为住宅供电 你思考了一下后,又顺便加上了个地热浴室 金星上没有水,但你可以从钻性云中提取并分离出水 该管道系统将包括一个用于提供热水的加热装置和一个用于提供冷水的液氮冷却装置 另一个单独的空间是花园 由于没有植物可以在金星表面上损活 所以你打造出了一个宽敞的大厅 天花板上有明亮的灯,整个区域都设计了洒水系统 你有大片的土地用于种植蔬菜 和树英亩的土地用于种植水果 中心则有大片土地用于种植一些长树的树木,比如橡树 这些植物能为整栋建筑提供额外的氧气 花园也被包裹在碳化哈的外壳之下 这样植物才不会因为金星土壤的过度高温而枯萎 你检查一切是否正常,然后前往了下一站 土星,这是一颗气态行星 但它具有一个薄而稳定的层,可以被称为甜蜜点 其温度刚好可以让人类感到舒适自在 你打造出了一个悬浮平台来建造你的房子 毕竟土星上完全没有坚实的表面 平台上配备了风力涡轮机 这个气态巨星上的风力速度很是惊人 所以你得以这个机器来抵消风力 同时从飓风中获取能量 这里的气压和温度都刚刚好 所以你主要担心的还是风的问题 为了获取更好的空气动力效果 你把住所弄得很低 看起来就像一个飞盘 墙壁和屋顶是由一块坚固的金属板所制成 所以墙风无法轻易地把屋顶给刮走 你还可以把它们做成数公尺之后 并添加一些不会破裂的太攻击玻璃窗格的窗户 你可以透过一系列带有内建管道的类似平台 从另一层提取水 由于风力强劲 电和热都不成问题 这里唯一的问题便是食物 但在一开始时 你可以先从其他有人居住的星球上进口 而花园所需的肥沃土壤也是 你在另一个悬浮平台上 为它建造出了一个空间 当你对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后 你踏上清单上的下一个目的地 木卫二 这颗木星的卫星由1.6公里厚的冰层所覆盖 上面布满了峡谷和裂缝 但在海底深处 则有一整片咸水海洋 比旧地球上所有海洋的家族还要大 考虑到这一点 你于是再度决定找个地下住所 这里的温度很低 但离吃热的行星核心越近 温度就越高 于是你把住所建在地底可行的最深处 以安全地从地下海洋中提取水分 墙壁和天花板都用隔热材料填充 在地下室里有一个家庭用水净化系统 可以把盐水变成可饮用的水 由于这里没有大气 你只得从冰中提取可呼吸的空气 当它融化后也能收集和过滤水蒸汽 然后与其他必要的物质一起运送到住宅 至于食物 你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 食用海洋植物和鱼类 你盖了一个独立的鱼缸 在海洋中培育藻类 并且从旧地球和其他有人居住的星球中 进口不同种类的鱼类 在木卫二上繁殖了起来 下一站 冥王星 这颗小小的矮行星 宽度只有旧地球的六分之一 具有改造的大潜力 于是你立即为你的住所盖出一个大圆顶 这里的阳光比太阳系中任何其他地方的阳光都还要弱 所以你在整个圆顶上都安装了强化阳光的面板 它们能让下方表面接受到更多的光和温暖 并将该区域的温度提升到舒适的水准 和地球上一样 冥王星上的冰是由冻结的水所组成 所以你得建个融化站 然后把融化的液体收集到大罐子里 供之后使用 在地表深处也可能有液态海洋 所以你也加了个深钻井平台 但对此保有疑虑 毕竟你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有用 尤其该地区的温暖环境和良好的照明效果 你建了个非常普通的住宅 就像我们在旧地球和地球改造的火星上所习惯的那种 几层楼高 使用碳火钛合金墙壁和耐久性天花板 以及一个加固的地窖 尽管如此你还是得添加紧急绝缘电 虽然它们只有在照明穷顶发生意外事件时才会触发 一旦有开口 里面的温度会迅速降到零度以下 冥王星上的大气也很稀少 所以必须再次以冰来产生出可呼吸的空气 这一次你把水收集系统和空气产生设施给整合起来 当一个在生产饮用水时 另一个便能收集蒸汽并用所有必要的元素来强化它 你甚至建了个天气控制设备 它能加热或冷却你所生产出的不同层的空气 并将之混合在一起 形成风和雨云就像在旧地球上一样 这使得农作物能在更自然的环境中生长 而冥王星未来某天甚至可能会变成一颗绿色星球 就在上方深蓝色的天空中 冥王星最大的卫星 冥卫一悬挂在上方 它的大小是该矮行星的一半 这使这整个景象显得非常壮观 它的气候和冥王星的气候几乎相同 出于某种灵感 一位冥王星人盖了个度假屋 在这里 在一个类似的圆顶下 它们将能够探索另一个小世界 并从另一边观察它们的矮行星 对了它总是以同一边面向冥王星 就像地球的月球那样 而这提醒了你 该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 即之前名为格力泽581G的扎米娜 它离我们有41光年的距离 是迄今为止距离我们最远的一次旅行 这颗行星的潮汐锁定在它的主恒星上 也就是说它的环境一边是永昼 而另一边则是永夜 这不仅与光有关也与热有关 骤面会更热上许多 而页面部分则附满了冰层 除非我们把这颗星球改造成地球 否则这里最适宜居住的地区 大概便位于这两边中间 称为终结者区 这里既不太热也不太冷 而且有永恒的黄昏 太阳总是会处于地平线之上 好消息是扎米大的大气层虽然不稳定 但与旧地球的大气层相当接近 但未免万一 你还是在选定的区域盖了个保护性的穹顶 这里的人类住所不需要特别保护 也需要液态水 于是你建了个非常普通的房子 就像冥王星上的房子那样 只是随后又再添加了一些关键细节 首先是天气控制装置 尽管它有旧地球般的大气 居民们仍是需要稳定的气候轮转 才能种植出作物 接着你用可移动的面板来覆盖住穹顶 生活在永恒的黄昏中 可能会令人感到非常沮丧 所以这些面板将以12小时的模式移动 在白天它们会转向 以加强阳光 在晚上时则会将之偏转 以反射光线让天空变暗 在那之后你前往终结者区的两端 并安装地热发电厂 在热能方面 该工厂将能产生能源 以满足所有定居者的需要 并提供家用热水 在冷面 系统会从冰中产生出冷水 你也可以将永恶那面 用作一个巨大的冰箱 居住者可以在这里 储存它们所需要冷冻的东西 为了让它们更容易进出 你将穹顶从一边延伸到另一边 并在永夜开始处建了些简单的储备设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